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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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要我们等着一个毁灭性的灾难 等着什么事要发生 而是我们有一位所爱的要再来 我们等着他再来 因为他来要解释一切的冤屈 要结束这个世代 待尽新天新地 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一生怎么样过生活 都要摊开在上帝的面前 好像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交账一样 为了这个 神给我们 赐给我们这本圣经 提到许多神所做的事 神的法则是什么 我发现那些话都 不会是那种远在天边 让我们觉得那是一种宗教的话语 而是对我们是很实际的东西 是我们自己 心灵深处 会觉得是对的 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上一次我们提到 在启示录里面 因为他用一些高度象征性的 一些表号 一些方式来说话 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要 多想一想 参照整个圣经 来了解到底他在说什么 这种象征性的语法 所写的东西 大概不应该成为我们 对他的解释 有争议的时候的依据 因为他本身没有告诉我们 他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需要用圣经 其他有更多的篇幅 很平铺直述的 很清楚的 讲出的那些道理 来成为基础 来讨论这些事 我们也大致上 依循这样一个方向 再跟大家分享 关于启示录里面 有关这些主在来 神在世代里面的作为 的一些话语 像上一次结束的时候 我们提到 启示录在十一十二十三章这里 提到三个时间的描述 四十二个月 一千两百六十天 一载二载半载 也就是三年半的时间 而提到这些时段的时候 所讲的 有外邦人践踏圣城 或者受 代表了神的 跟神抵挡的仇敌 的受 猖狂的日子 或者是代表了 神所兴起来的见证人 他们传道的日子 还有教会 被带到自己的地方 蒙保守的日子 而我们相信 这三个同样长短的时段 用不同的方式描述 但其实是在描写同样的事 重点也不是三年半 有的人说 一千两百六十天 代表一千两百六十年 不过你也很难在历史上 找出一千两百六十年 去配这个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代表 特别他用到了 但一里书里面 一载二载半载的话 用但一里书那里 因着那些灾难 要临到神的百姓 有三年半的时间 而在那个期间 神有一个作为 就是要使他的百姓 被练得清净洁白 我相信是用到 这样的一个 旧约时代的一个典故 在这里 在启示录里面 来让我们明白 神也是借着 无论你周遭的环境 多么邪恶 多么让人不满意 或者带给我们多了痛苦 可是至终神会借着这个 来使一些人 被练得清净洁白 可以穿上白衣 他们从大换当中出来 可是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他们属于神 他们追求的是那些 美好 高尚 属神的事情 有永恒价值的事物 而神在这一切当中 也保守他们 不受这些的害 不受的害 他的害不一定表示 他们不会受伤 甚至不会死亡 可是我们如果相信 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那么在世上 即使是苦难跟死亡 它都不是邪恶的 也不是让人绝望的 所以那个不受伤害是 意思是保存 我们里面的心 能够存到永恒 那些真实永存的 核心价值 那上一次结束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到 当在发生所有这些事的时候 神保守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隐秘处 这个是大卫用的字眼 在诗篇里面 或者藏身之处 那个其中一个关键点 就是看你眼睛要看哪一个方向 你要注意什么 一方面的世界上一直在发生的 各种事实上的风华其弱 另外一方面是 神正在做的事 那些事 现在你会说是看不见的 可是一旦你接受神的道 你也用信心 逐渐你会发现 那些其实比眼睛看得见的更真实 而我们今天愿意这样子 追求那个事物看不见的 可是这是美好的事物 有一天你一定会发现 那是有价值的 有一段保罗 使徒保罗所说的话 讲得非常的精彩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 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一到第四节 所以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 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祂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他说我们今天 与基督一同复活 而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所以你要思念上面的事 那意思就是说 你要把你的心 贴近那里 安置在那里 其实那个意思就是 跟我们之前讲的 神要把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 与主一同坐在天上 差不多一样的意思 因为你的心放在哪里 你整个的人就好像 被安顿在那个地方 而那个地方是 魔鬼已经被赶离开的天的境界 所以你可以很清纯地过生活 你可以不被许多的嫉妒 仇恨 忧愁 忧愁 重担 那些苦毒 纷争 所搅扰 即使环境是这样 我们在那里面 得猛保守 我们要这样 失念天上的事 然后保罗说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 与基督一同 藏在神里面 今天你愿意这样 好像比较隐藏在神里面 虽然那个 不是像你在世上 做出什么 丰功伟业 什么成就 那么大家可以众所皆知 可以很明显出来 可是其实那个 有一天会显明更真实 这里说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有一天他显现的时候 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你现在 想要追求 更多的显现在世人面前 多在媒体上出现 我不知道会不会使你 不去注意这个数天的事 有一天很可能 你要懊悔 你要失上许多的 美好的事 可是如果你今天愿意追求那个 虽然还 不是直接看得见 却是美好 永恒 属神的事 天上的事 那么有一天将要显明出来 你做的选择是正确的 是非常值得的 看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看 我想到我的牧师 他在中国宣教了一些年日以后 后来 中国 异守之后 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 在加拿大 五十岁那一年 上帝的护照再次领导他 叫他到台湾来 一个五十岁的妇人 事实上她那时候身上有一个严重的肿瘤 那 那个时候台湾的局势并不好 当他们 坐船来台湾的时候 我想那个时候 他们没有很多钱 没有搭飞机来 在路上那个船长 我想也是一个认识神的船长 他受感动流眼泪 他很受感动 因为这两个中年的妇女 他跟另外一个姊妹一起来的 这两个中年的妇女 在台湾局势这样 居然要去那种地方宣教 他很受感动 那个时候谁会知道 台湾要继续猛保守许多的年日 一直到今天 所以我的穆斯荣教师在台湾宣教了32年 也是很抑制他 让他做了很宝贵的工作 我也想到 在1929年吧 那时候中国被军阀割据 整个各方面的局势 都是非常混乱的时代 因为有很多的战争 所以很多西方的拆会 拆败宣教师到中国来 他们都暂停拆败宣教 甚至有些撤回宣教师 免得宣教师在这里遇见危险 那时候最大的一个拆会 英国的拆会 戴德森创办的中华内地会 当时的总主任 是接续戴德森的一位弟兄 是当年剑桥七节中的一位 何士德 他发信在那一年 1929年8月1号 好像发信给所有的宣教师 跟支持他们事工的人 信的开头就说 依当前中国的局势 我想收到信的 读到这一句话 大概都知道接下来讲什么 可是接下来的话 完全跌破他们的眼镜 他不是要撤回宣教师 也不是要暂停拆败宣教师 他说依中国当前的局势 我觉得他们更需要宣教师 我们好不好 求上帝在这些年 再为我们多兴起人来 从西方愿意 离开他们舒适的生活 来到中国 让这个为我们福音的人 可以听见基督的事 我有感动 想要请大家 为一件事祷告 就是求神在这些年间 再采拜两百位宣教师 到中国来 三年以后 成全他的这个祷告 好像有两百零八还零九位 宣教师到中国来 后来内地会 就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称他们叫那两百位 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 是因为 我的牧师 我刚刚提到的荣教师 他就是那两百位中的一位 他是在一九二九年 当年来到中国 加入内地会的 一样在世界上 发生的各样的事里面 我们的眼睛看哪里 会那么剧烈的影响 我们整个生命的走向 跟我们生命的结局 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些事情 我们这个系列在讲 主的第二次显现 我们常常叫做 主的再来 有人这样讲说 如果你真实的相信 基督要再来 那么这件事 将要影响 会触及你生命当中的 每一个部分 我完全同意这个话 因为我也是这样 在过生活的 每一天 我所想到的 我注意到的就是 我整个生活的样式 都寻着一个考虑 在这儿进行的 就是有一天 基督要再来 我要站在他的台前 我要能够到那个时候 我能够为我的生命交账 他赐给我这个生命 叫我认识他 赐给我的年日 赐给我这个身体 赐给我各样的恩赐 我怎么使用他 我怎么样度我的一生 如果有一天 这位创造的主 也就是他造我们 他也救赎我们 在我们身上 是有他的计划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有一天 我们站在他的面前 要交账 那变成一个 很较紧的一件事 对吧 那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意义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神要我们交账的东西 并不是要我们去 取什么 金羊毛啊 一些很难的事 不是啦 他不是 他要我们交账的事 都是我们 自己内心 内力 就知道是美好的事 比方他要我们 成为一个充满了爱的人 这是神要我们交账的 其中一件事 他要我们成为一个 充满了喜乐的人 喜乐代表了一种 卓越 超然 得胜的生命 就是管他 外面环境怎么样 我们可以喜乐 为什么 因为神就是最喜乐的神 圣经讲 他要我们 像他一样 让我们的喜乐 是不依附于 外物 无论什么人数 外在的东西 而成为 是我们自己内力 我们生命里面 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圣经有时候 用一个方式讲 就是我们的产业 那是我们的产业 如果你不认识这个 你常常 觉得你睡不快乐 是因为 你的婚姻 是因为 你的收入 是因为这个政府怎么样 是因为这个 是因为那个 可是神想要给我们一种生命 是 祂自己的生命 当我们活在那里面的时候 那是一个超越环境 所以神有一天 要我们交账的事 包括了 你有没有这样认识神 使你的生命 得到这样的建造跟蜕变 以至于你可以 像神一样充满了喜乐 你能不能 无论外面怎么动荡 你里面有一个安息 很淡定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生命 可以不要受这些影响 那才叫做是 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 只有那种东西 能够带进永恒里面 你今天 因着 有一个电子产品玩 觉得快乐一点 因着你有一个美好的婚姻 因着你的收入很多 因着你各方面很顺利 等等 而有的快乐 那个不一定能带到永恒去 想想看就知道 举目 看一看四周 你就会发现 多的是那种 原来是这样光景的人 一夕之间 失去这些 落到很大的痛苦里面 如果我们能够 管它发生什么事 我们里面 都能够那么安息 圣经称它叫神的安息 那就是有一天 神要我们交账的事 你有没有 活在世上的年日 来学习 让你的生命 拥有这样的产业 也就是拥有神的形象 让祂照我们的时候 开始放在我们的里面 到那天我们 能够这样交账 神能够 点头 称赞我们说 好 你这有忠心 有良善的仆人 那就值得了 四十几年来 我都是这样过生活的 帮助我们 生命有意义 有目标 而且过一个更好的生活 我们并没有因此变成 看破红尘 去独居 我们有这样 我们还是在世上 每一个人 按着 他们的才干 他们的兴趣 他们有在各行各业 可是他们一样 他们生命可以这样认识神 如果基督真的会再来 会不会圣经讲的这些 是真的有一天会发生吗 我盼望您相信 那是真的会发生的 我个人相信 圣经是出于神的话 而出于神的话 不会落空的 保罗提到这一件事 他讲了一句话 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第九节 他说神救了我们 以圣兆造我们 不是按了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他的执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 基督耶稣的显现 才表明出来了 这个显现是指 他第一次显现 就是圣诞节的故事 他来要成全救赎 他已经把死废去 借着福音 将那不能坏的生命 彰显出来 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 做师徒 做师父 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此 后面这句话 是我要特别说的 他说因为知道 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守 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保罗相信这一件事 他交付给神 神一定不会有一天 把他搞丢了 或者是 让我们失望 不会的 神会做的美好 就像有一个故事说 有一个人经济有困难的时候 向朋友借钱 那朋友给了他 而且不要他还 多年以后 他再找到这个朋友 拿出一大笔钱来 给他 他说这是还你的钱 因为他用那个钱 做生意赚了许多钱 他由于感恩的心 他拿出他所赚的钱的一半 给那个朋友 跟他分享 我记得这个故事 很能说明 神对待我们 就是这样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交付给他 他接手过来 他一定会把他治理得很好 就像我很多年前 做的一样 18岁那一年 认识了主 很自然的 如果你真的认识 他就会这样 你就觉得 我们全生命是属于他的 为他而活 他定归我做传道人 我就成为传道人 我已经讲过 不是每一个人像我一样 有的人 神给他定归做别的行业 经过这么多年 我不但从来没有后悔 我当年做的决定 我觉得 那是多么奇妙 多么幸运 多么奇妙的恩典 而且我们 只把我们一个 小小的生命 摆在他面前 他好像那个朋友一样 赚了许多的钱 在还给我们 他所赐给我们 丰富的恩典 是没有办法 这样叙述的 保罗提到 为什么他有这种把握 他说 因为我知道 我所信的是谁 整本圣经 都很强调一件事 就是那些 认识神的圣徒 他们会很看重 对神的认识 而神让他们认识 他的其中一个方式 就是让他们认识 他的名字 我们一般人的名字 不一定跟我们这个人 有多大关系 叫做什么美丽的人 不一定很美丽 叫做什么温柔的人 也不一定很温柔 可是神不一样 神的名字 就代表了他 就是那样的一位 有许多神的名字 是他自己给的 也有一些名字 是跟随他的人 就他们的经验 而说出来的 在圣经里面 常常提到这些圣徒 认识神的名字 亚伯拉罕学习神的名字 有一次 有一个神的祭司 来鼓励他 来对他说神给他的话 他把神形容为 天地的主至高的神 我注意到很有意思 接下去有一个索多玛王 来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 亚伯拉罕讲到神 就用了刚刚他才学会的名字 天地的主至高的神 我觉得旧约时代 这些圣徒都是这样 他们在意要更认识神 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 也就是以色列的 十二个支派的祖先 以色列这个名字 是从他来的 因为神给他 另外一个名字叫以色列 他在一生快要结束的时候 称神叫做 那一生牧养我 直到如今的神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牧养人 可他认识神是一个牧养的人 的一位神 大卫也是这样 他也是一个牧养人 后来神使他 牧养神整个百姓 他写出了那个最有名的诗篇 诗篇二十三篇 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我们也可以这样 逐渐的更多认识神的名字 其实我想跟大家提到 启示录里面 另外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东西 就提到这里用兽 用两头兽 一个是假先知 来讲到 好像背后那个 黑暗的权势 敌对神的权势 无论是表现在一个政治 权势上 或者一个 有权力的人身上 或者是别的 然后就提到 这些兽 一直想办法 想把他们的名字 刻印在人的额头上 刻印在他们的手上 后来就提到 有一个数目 是兽的数目 也是人的数目 叫做666 这个666 后来就成为 启示录很多人去 发挥很多的 说法的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 到底应该怎么样 完满的解释它 可是我觉得 至少有一个意思 我们应该注意 就是 兽这个世界 那个背后的黑暗的权势 一直想把他们的名字 刻在我们的额头上 可能讲到我们的思想 刻在我们的手上 讲到影响我们做什么事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 今天有一些人 因为电脑的 电子的科技 会说 可能会有一个晶片 只在我们的手上 或者额头上 变成政府能够管控 我们所有的人的个资 等等 我不知道会不会变成这样 但是我觉得 更要紧的 我们思考 这个世界 还有背后的魔鬼 这个想办法 要把一些 负面的东西 或者一些 抵挡神的东西 不让人注意 永生的事的东西 刻印在人的思想 刻印在人的生命里面 好像把他名字放在那里一样 你不要让他得逞 我们应该更多的让神的名字 刻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更多的思想神 认识他是怎么的一位 好像有一天 我们也可以跟保罗一样 坦然无惧的 很有把握 而且很喜乐的说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知道他能够保全 我所教父他的 直到那日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再会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从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信他这道路 因为是未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圆在哪里 他必将从临绊 在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